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一步来把老子有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怎么修行的一些关键要领来具体跟大家做一些解析分享 让大家可以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工作之中就能够应用得出 如果你正确的理解家庭就是道场 家庭就是修道甚至得道的地方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会躲在深山里面修 而且你修了几十年有的还是修得很苦 没有修出神经病已经算不错了 真的 你观念之间错误越精进用功修 危险就越大 危机就越大 所以很多人修 然后 神经病 不然就是 感召很多的外灵 那都是观念之间错误 然后错误的追求 要追求各种感应 追求各种加持 追求各种神通 就容易出问题 老子希望我们回来 不要在那里追求各种神秘鬼怪 反扑归真吧 回来 回到当下来 做一位实实在在平反平死平淡的人 所以我们跟大家勉励 把基本的为人处事做好 那是修行成功的一大班 好 在第十章里面 老子跟我们讲 再迎破报一 能无离乎 专气柔智 能如婴儿乎 你看 从字编上解析 包括上一节也跟大家讲了 再迎破报一 身心合一 那这样来到身心对焦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老子后边就提到 无眼圣意之圣意行 但是真正这样脚踏实地去做的 却不多 因为一般人觉得 这个太容易了 这个没什么特殊 这个太简单了 我要那些神秘的 奇奇怪怪的 我要那些很特殊的 这个就像你没有去玩过那些花招 你不知道 什么叫做 越单纯的方法是越高明 越高级 他不必耍什么花招 老子也不会跟你欺骗 跟你耍什么花招 或是要你缴多少学会 他才要传授给你 没有 他是这么的真诚真实 告诉我们最简便的悟道方法 你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下去 真的很快 你就可以把我们的污垢的心灵 逐渐的洗涤 然后能够来到客观的认清真理实相 所以这个是有次第步骤的 第一你必须要先能够再迎破报一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身心对焦 身心对焦活在当下 那平常力源对境中怎么做 怎么做 记得掌握这个原则 你当下在做什么 你那个动态的 在做什么 你当下在做什么 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现在当下在做什么 把我们的心到处东飘西飘的那颗心 那一匹心缘一马 把他拉回来 回到当下来 有的人是跑到过去 或是冲向未来 那是活在梦幻 如果你的心没有活在当下 你跑到过去或跑向未来的话 你的心没有跟身对焦 那你的身体在走路 就好像一个人在梦游 梦游你们知道吗 梦游知道吗 在做梦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做梦的情况 睡觉 然后做梦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起来走动 起来做什么事情 然后动动之后 又躺回去睡觉 旁边的人会被他吓到 那旁边的人清楚的知道 他起来做什么 做什么 但是隔天早上他醒来 你问他 你昨天晚上你半夜起来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 那就是梦游 很多人在这一生 冲冲冲 白天一直冲冲冲 很多人活在梦游的情况 两个眼睛张得很大 一样东飘西看 一样会骂人 但是他是活在梦游的世界 他不知道 因为他的身心没有对焦 他的理想是在未来 遥远的他方 或是他活着很自责 很罪恶感 一直活在挫折的世界 自责的世界 这个就是活在梦游的世界 有的更严重的像行尸走肉 所以要真正能够觉醒过来 活在当下 这个是需要透过一些技巧方便法 让我们真的把身心对焦 活在当下 那活在当下 你的生命才会逐渐的觉醒过来 你才会从梦的世界里面 逐渐的觉醒过来 刚才是讲 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来讲 一般情况 不是整天在做梦游 而是有时候他会比较清醒 有时候他又会昏沉 入睡 做梦 一般人是这样 那我们是要来到 你身体跟心理都是对焦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做什么事情 你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现在当下在做什么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能够来到 身心对焦 合一 没有分离 你这样 你的生命才会真的逐渐的活过来 你才会觉醒过来 你才会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那你有活在当下 又有加上后面第三条的 敌处悬染 净化我们的心灵 你才会逐渐的了解 原来我过去 我常常在盲目的冲动冲向苦海 自己不知道 原来我过去再造很多的痛苦的因 在伤害别人 在跟众生结恶缘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当你逐渐觉醒过来 心也越来越清静 越柔软 你才会看到自己过去是活在多么霸道的世界 活在多么的那种自我主张 自我意识很强的世界 所以当我们身心能够合一 你觉醒过来 你才会逐渐的从梦境的世界 梦游的世界里面 或是盲目冲动的世界里面 逐渐的觉醒过来 所以在日常生活我们怎么做呢 刚才是讲原则 再来就是 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在走路的时候 记得每个脚步都清楚觉察 每个脚步左脚右脚都要清楚觉察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很简单 这个没什么 道是那么的奥妙 那么的重要 但是就被一般人习以为常的 把他忽略了 对 这个走路 每个脚步清楚觉察 很简单 但是这是让我们 觉醒过来去提到悟道 很重要的第一步 这一步 你踏的文 踏的好 你就迈出成功的一步了 这一步如果你没有做 你忽略了 你还是在那里 用过去的观念之鉴 然后否定眼前 否定当下 又不断的去冲 冲向未来 你又错失掉了 很多可以提到悟道的机会 宇宙最奥妙的真理就在眼前 法界最奥妙的实相就在眼前 所以只要你能够把那个冲动的心 把心云一麻 把它拉回来 活在当下 每一个脚步都清楚觉察 那这样你就会逐渐的觉醒过来 你的生命的根 才会逐渐生根 你的生命才会逐渐的开花结果 每个脚步清楚觉察 这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跟天地 连结扎根 有根 你的生命才会成长 才会开花结果 再来 除了脚步 走路我们要清楚觉察之外 我们平常立员对境日常生活工作之中 要做很多的工作 动作 包括你要上班 要打字 要处理事情 要搞环境卫生 在家庭里面 也是一样 要做一些家务事 有的人他就认为 我业障深重 我罪恶深重 所以才在这里做这些事情 让我没有时间去修行 让我没有时间去做我所想要的 眼前这些 真的这是我很无奈 我很不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你真的你的生命都一直在绰号绰号绰号 能不能来到身心对焦 活在每个当下 不管我在什么场所 在家庭 在上班 在任何地方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记得 当下 你的手在动作的时候 都清楚地觉察 我现在在做什么 如果在上班 你在打字 你也清楚地知道 我在打字的整个过程 在上班 你在处理事情 你也很清楚地知道 我现在在处理什么事情 在家庭里面 家庭里面需要 洗菜 切菜 炒菜 煮饭 对 这些家务事 很多人做得很烦 如果你做得很烦 那你就错失掉了 当下就是修行的好时机 当下就是开悟的好时机 只要你烦于当下 你逃离当下 你就一再地错失掉 那些可以开悟见法的好时机 能不能来到活在当下 当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都把身心对焦 比如说你在切菜的时候 你很明觉地在切菜 也很喜悦 这个活在当下 不是变成机器 不是像机器人这样 或是绷得很紧 你要很放松 很放松 但不是放纵 不是这样 心一放松 然后就是东飘西飘 六神无足 不是这样 你很放松 活在当下 然后做什么事情 用感恩的心来做 因为这些事情 都在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加分 你真的用感恩的心来做 你做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 都在让我们的生命加分 酝酿更多的成长能量 所以用喜悦的心来做 用感恩的心来做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洗菜 切菜 炒菜 都用喜悦 爱心来做 当下这件事情 就是变成为很神圣 你就在展现 体道 悟道 行道 煮饭 洗衣 都是 搞环境卫生 扫地 不要认为说 这些家庭的琐事 真的是很无聊 很烦 你很烦去做 你的生命就在 累积负的能量 生命就在扣分 离道就越远 如果你能够带着一种感恩的心 喜悦的心 我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 欢喜地去做 欢喜做 甘愿受 而且是去享受 包括 煮饭菜 都可以成为 很享受的 工作 你有爱心去做 又是 又是 活在当下 那你本身 享受每个过程 真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 关键 来 大家好好体会 你的观念之间错误 你就是否定当下 然后绷得紧 要冲向未来 你没办法享受当下 所以你不会真正的快乐喜悦 当你了解 道就在眼前 不可蓄于理 道就在眼前 当下 那你有正知正见之后 再来用感恩的心 喜悦的心来做 你每个当下 你都在跟众生结善缘 也都在享受 你会越快乐 而且慈悲心 爱心 不断的流入 所以 当你用爱心 感恩心来做 喜悦的心来做饭菜 这一餐饭菜里面 它就加入了很多的 正的能量 慈悲 大爱的能量 你吃这种饭菜 家人吃这种饭菜 就会越健康 这个不是无稽之谈 量子力学 物理学界的量子力学 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起心动念 对物质界 都会起影响 这个不是贪空缩权 是真的 也不是宗教信仰 物理学界跟量子物理 就已经在探讨这方面了 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起心动念 现象界 物质界的 会因为观察者的加入 观察而改变 你用称心去看 它就会朝向加入 就好像加入毒素 如果你用爱心去看 它加入的就是正的能量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用爱心来做 用喜悦的心来做 一切事情 只要是对众生 对家人 对人 对己有益的事情 我们就默默去做 而这个做的心态 就是用爱心来做 你能够这样的话 你看家庭 是不是到场 家庭就是到场 上班的地方 公司上班的地方 就是到场 那这方面呢 这个不需要 宗教那些迷信教条 而是你真的脚踏实地的去做 你处处都在净化我们的心 也在跟众生解散缘 所以大家掌握这个原则 如果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就把注意力明觉觉察 我们脚走路的情况 开车的时候 一样活在当下 你在开车的时候 有活在当下 就可以把车祸的几率 降到最少 你真的活在当下 在开车 就不太会 出车祸 那这个就是 最大的消灾 如果你在开车 然后又在那里抱怨埋怨 或是一边开车 一边用其他方法 再用功 你身心分离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老子一开始 在十章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身心要对焦 合一 活在当下 这是透过一些方法 然后让大家活在当下之后 并不是说 那我以后才能够冲到其他地方 其他世界去才能够得到 这样的一个方便 就能够让你醒过来 醒过来 然后逐渐的去看清 眼前的真理 实相 道是什么 所以 这种很简便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觉醒过来 提到悟道 很重要的关键 你把这一步做好了 就迈向成功的一大步 你这一步没做 你忽略它 不管你在用什么 什么高深玄秘的方法 那些就变成为 有之以为力 那只是一些方便 你还是在 跑道再去酝酿 再继续酝酿 等到有一天 你还是要回到当下来 你躲在深山里面 休几十年 道后面 如果你真的要体会到 活生生的道 要净化我们深层的 贪嗔痴 你一定要回到滚滚红尘来 因为 我以为你在滚滚红尘历练 你敢去承担 我们深层心灵里面的那些 贪嗔痴 才会真的浮现出来 所以你有了正确观念之间之后 你敢去承担 你才会修真的 才会真的进化 深层的毛病习气 如果你没有力远对境的话 它会躲得很好 藏得很好 如果你观念之间又错误的话 你就会变成 我修行 我成为大成就者 我修到金光闪闪 我很厉害 这一种 这一种跟老子所讲的 围到日损 是180度相反 所以很多人是用那种 围学日增 用自我再修 然后越修越厉害 离到越远 也不知道 所以要有正确的观念 有关于天门开合 能为慈乎 这里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的立元对境 跟外境境界的接触 我们能不能来到柔软 不要冲动 好 那这方面怎么应用呢 怎么应用 我就举个例子来 让大家可以练习 可以应用 就以大家每个人 每天你都需要讲话的情况 来练习 天门开合 能为慈乎 就是 我们能不能来到 讲话的时候 也能够很柔和 心平气和 柔软 那个慈就是展现出来 没有暴力 没有伤人 没有那些强势 而是一种柔和 柔软 那平常怎么修呢 我们现在来举个情况 举个例 让大家可以参考 也就是把这个修行的过程 每天要讲话怎么修 让大家可以了解 一般人讲话 就会像机关枪一样 一直讲 逮到有机会让我讲话的时候 就要赶快 讲 然后要说服别人 认同我的看法 要说服别人 或是 怎么样去博导别人 一般人讲话 常常是这样 不断地冲动 冲动 那在这讲话的过程 去伤了别人 去跟众生结恶缘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我们的嘴巴是一把 锐利的剑 一般人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常常用这一把锐利的剑 去伤别人 但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觉察到 因为他没有觉醒过来 然后又用自我的看法 去标榜别人是错 自己是对 所以他认为 我讲话这样 我这样是正义的 正气的 所以他会把自己标榜为 自己就是大好人 所以那种讲话 很尖酸刻薄去伤别人 自己不认为 自己哪里有问题 别人被他伤得严重 伤得很痛苦 他认为你是罪有应得 因为你是坏蛋 你是应该要 接受这样这些惩罚 自己都不知道说 你这样的作为 真的是严重在伤害众生 跟别人结恶缘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我们的嘴巴是一把锐利的剑 每天 我们这个嘴巴 是要用来跟众生 结善缘 还是结恶缘 选择权在我们自己 一方面 如果你没有觉醒过来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原来我们常常 无意之中 在跟别人结恶缘 讲话去伤别人 都不知道 那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并不因为你不知道 就没有因果 不因为你不知道 不因为你否定 然后就没因果 还是让因果不爽 你伤害别人 跟众生结恶缘 他那后面的因果 就一定会浮现出来 那当浮现那些因果 痛苦的果出来的时候 一般人 又很不容易觉察到 原来那是以前 我们去众恶因 跟别人结恶缘 我们去伤害别人 所以他又不敢承担 不敢承担 有的是脱逃 然后有的是 又更加强悍的 来指责别人不对 所以你看这样的人 这一种世界 就是不断的在 无知无觉 无名的情况里面 不断的在那里 浮沉打滚 纠缠不清 我们今天就是要觉醒过来 觉醒过来 所以前面老子所讲的 再迎破报衣能无离夫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你前面的那个关键 没有去做的话 你后面你没办法去 看到我们在起心动念 在讲话的时候 常常用一把锐利的剑在伤人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去做 平常就可以练习去做 再来 那现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要怎么修呢 来 当我们要开口讲话的时候 请把速度慢下来 本来讲话一分钟 要180个字 像机关枪一直的 咯咯咯一直讲 现在把它慢下来 慢个八分之一拍 慢个六分之一拍 慢下来 因为慢下来 它的重要性在于 我讲汽车的情况 让大家可以更具体体会 十次车祸 九次 快 就是冲冲冲 出车祸 大部分都是因为 一直的冲 快快冲 你讲话如果一直的冲冲冲 真的就会 遭罗很多的痛苦 跟伤害别人 自己不知道 所以要把那个讲话的速度 频率要降低 要慢下来 你慢下来 进一步 你才能够清楚觉察到 我自己讲话的 每一字每一句 所以第二步 就是要 自己要清清楚楚的听到 自己讲话的 每一字每一句的内容 声调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没什么 很重要 很重要 你自己如果没有清楚听到 别人就不太可能清楚听到 一般人容易产生误解冲突 就在于 假这个人 他很急地把他所要讲的话 噼里啪的讲完了 他认为 你应该就清楚知道了 但是你讲那么快 你自己都没有清楚听到 别人 怎么有清楚听到 好 所以他顶多可能只听到一半 然后另一半不是没听到 不然就是他自己联想 自己想象 那他所想的 跟要讲的人 会不会有落差 会有很多的落差 所以误解就会这样产生 所以你讲的越快 别人对你的话 误解的也会越多 所以有的人他认为 我讲过了 你怎么误解我 往往就是因为 你讲的太快 别人听不懂 包括你自己都没有听到 你自己都听不清楚 别人怎么会听得清楚 所以 讲话不在于快 而在于每一字每句 你清楚地表达 让对方能够清楚地听 听到你要表达的意思内容 好 再来就是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要真诚真心 很重要 讲话的时候 要真诚真心 因为我有你真诚真心 你的良心 道心 才会逐渐地流露出来 你真诚真心 你才会觉察到 我有没有去伤害别人 我有没有用意识史 强势去主导 去主宰别人 你真诚真心 才会感动别人 一般人讲话 都是在大脑意识 在自我的意识层次里面 在大脑意识层次里面 没有深入到真诚真心 所以希望大家 从现在开始 讲话要真诚真心 你真诚真心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以前在习性运作的时候 常常去挑拨是非 自己不知道 你真诚真心的时候 你就会 校正很多自己过去 不好的心态 因为你真诚真心 在讲话的时候 当你要挑拨别人是非 讲别人是非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 你的内心 就会不好受 你就会 讲心比心 所以 从现在开始 讲话 由补衷 真诚真心的 善待每一个人 如果姻缘不成熟 我们就不要讲 要讲 我们就要由衷 真诚真心 不要去 伤害别人 不要口是心非 很多人 口是心非 主要就是 不真诚 不真心 用自我 用大脑 如果你真诚真心的时候 你会 心口合一 表里合一 当你真诚真心 在讲 别人会感受得到 你的诚心诚意 那这种真诚真心 会穿透 对方的心灵 他会 听懂 你的 真正 心弦 夫妻之间的冲突 亲子之间的冲突 都可以 因为我们 真诚真心的 来交流 而化解 很多的误解 会因为 真诚真心的 沟通 而化解 我们就是要这样 连讲话 都是在修行 连讲话 都是把 道的精神 特征特性 流露出来 利益一切众生 我们 因缘不成熟 就不要讲 如果我们讲这些话 对众生 没有益处 我们也不要讲 如果我们要去 讲 别人的 是是非非 要知道 那就是我们在 造口业 你讲别人的 是非 对事情 对当事人 被攻击 被批评的对方 有益处吗 没有益处 反而会让 更多人 来称恨 你所要 批评 攻击的那个人 那结果呢 自己落入 是非圈里面 自己不知道 所以 来讲 是非者 本身就是 是非人 真正在修行 真正在修道的人 不去讲 别人的 是非 真的 不要去讲 别人的 是是非非 我们要尊重 每个人的作为 再来 我们怎么样 把那种 过去 讲是非 造恶业的心 把它转换过来 成为 我们从现在开始 嘴巴讲出来的 就是 对众生 有益的事情 只要对众生 对对方 无益的 我们就不要讲 那些耍诈 耍痕 耍什么心机 或是去 去造谣 去重伤 去恶意的 攻击批评别人 那是 我们需要 净化掉的 这些没有 净化掉 你就不可能 来到所谓的 体道 悟道 因为心 不单纯 不纯净 不纯净 你就没办法 与道之心 相应 所以这些就是 修道过程 我们要透过一些 有违法 让我们逐渐的 净化心灵 这样了解吗 所以修行 会不会困难 不会困难 修行也不必搞得 神神秘秘的 我传授什么秘法给你 那些都是一些方便法 我们要把修行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一方面 让我们 活在当下 逐渐觉醒过来 一方面 我们的肢体 身体 有什么动作 有什么工作 记得 就是用来 利人利己 嘴巴要讲话 也是一样 秉持这样的原则 对众生有益的 我们才讲 能让事情越来越好的 我们才讲 能跟众生结善缘的 我们才讲 除此之外 其他的 不要去造口业 不要去跟众生结恶缘 这样我们的心灵 才会不断地净化 净化提升 再来 如果我们 有时候又落入习性 要去讲别人的是非 听别人跟我们 讲什么某某人的 是是非非 然后 又落入习性 又要去讲别人 是非的时候 当下 我们马上要觉察 我们有没有 落入过去的习性 那有些 你觉得 我不讲 好像不行 我憋得太难受 你要知道 我们一出口 就会伤人 再来 我们要讲别人是非之前 能不能 很冷静理智的 客观的 去跟当事人来求证 不要带成见 然后跟当事人来求证 别人说 你怎么样 你有这些是非 是真的还是假的 别人说 你多么的不好 多么的可恶 是真的吗 让对方来说法 能够这样的话 真的可以化解掉 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常常听别人讲说 那个什么 谣言止于智责 很多人也会这样讲 会这样跟别人劝 但是 当自己听来 很多别人的是非 很多的谣言 然后自己也不断的 又在那里 加入联合转播站 加入联合传销 然后自己 进入供业 都不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 觉醒过来 这就是老子 跟我们免疫的 真的要净化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从过去的世界 逐渐的提升上来 所以 敌处悬染 能武吃乎 能不能做到 好 真的我们净化 我们的心之后 我们心灵净化了 我们心灵品质提升了 进一步 我们来为国家服务 为百姓服务 不管你有没有当官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利益众生 我们所作所为 是让这个世间的 冲突苦难 逐渐的减少 这就是朝向无为 天门开合 能为此乎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 透过一些幻灯片 让大家看 我说要用 reversing 底处悬缓难 能无吃乎 让我们这一颗心 通过一些方法 然后逐渐的灵静 沉淀 让我们最清净的那个心灵 能够逐渐浮现出来 月亮 这是月亮 这个是一个代表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明月 这个明月就是代表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颗清静的良心 称为道心 老子就是要我们回归 我们这一颗清静的良心 道心 你只要这个清静 良心 道心 有开发出来 其他就好办 这是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一般人这颗清静良心 道心 在成长的过程 往往被很多的物质欲望 或是一些错误的观念之间 把它蒙蔽了 这个就像我们的清静良心 被蒙蔽了 有的人蒙蔽久之后 结果他的良心也逐渐的丧失了 逐渐丧失 所以很多情况变成 灭着良心在做 为了赚钱 不择手段 灭着良心去伤害别人 像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他的心被尘埃 被贪心 称心 污染得很严重 但是不管再怎么样的污染 我们的良心 道心存不存在 还是存在的 只是一般人被遮障住之后 以为自己没有 结果用那个是非心 用那个自我 用我慢在做 结果把我们的良心撇在一边 所以很多人用那种贪嗔痴 但是明立心在做 结果越做 他的良心越淡薄 离道越远 这些事让我们大家可以对比 可以了解一下 一个人 他的心在蒙污蒙垢的过程 在 不管再多的乌云 遮障 我们的良心 真心还是在 那老子希望我们 透过抵处悬缆 透过净化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心上的那些污垢 尘埃 能够逐渐的洗涤掉 让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之间 心态 能够逐渐的洗涤掉 让我们清静的道心 清静的道 我们最神圣的良心 能够浮现出来 呈现出来 这就是很简单的修道的核心 有没有体会到 当我们能够扣住这个核心之后 知道说原来体道 悟道 就是要让我们 恢复我们最清静神圣的 那个良心 道心 就这样 那当我们能够恢复出来之后 开发出来之后 你整个的生命跟过去不一样 跟过去不一样 刚才是从月亮 现在我们就从太阳 又从太阳这个角度 来让大家体会 就是把刚才的月亮 现在换成太阳 一样 我们的太阳就被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的 累积的很多不正确的观念 心态价值观把它蒙蔽了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道 道心 就被那些乌云把它蒙蔽了 所以只是有时候 透露一些光出来 这个就是就像我们的心 被那些贪嗔痴 我慢心胸狭窄 然后嫉妒 嫉妒别人的成就 勾心斗角 设计陷害 那个就是我们 清净心灵外面的 那些尘埃无垢 一般人就变成 任贼为主 所以一般人 他就是变成本末颠倒 然后用他的贪嗔痴 用他的自我再做 结果伤害别人 自己又痛苦 我们现在就是要设法 找回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道心 清净本心 那这个不需要说 透过各种什么神神秘密的方法 或是那些宗教的迷信 崇拜不需要 那些是方便 那些是方便法 协助大家成长 但你要扣住这个核心 所以这个就像 我们的心被乌云遮住了 让我们的清净的心的功能 让我们的潜能智慧 没办法真正发挥出来 好 这是让大家体会 所以大家透过一些方法 让我们静下来 自虚及守静读 还有今天所讲的 再迎破报衣 这个都是让那些污垢尘埃 逐渐的净化 净化退却 大学里面所讲的 定静安律德 包括老子所讲的 再迎破报衣 那个都是让我们 身心逐渐的 灵静沉淀 净化 当我们越 灵静沉淀 灵觉越开发之后 我们会逐渐的觉醒过来 然后去看清真理实相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道心 我们的真心 会逐渐的 再显露出来 这时候你又能够 恢复正常的 作用 你的潜能 你的高等心灵品质 它会流露 会发挥出来 那这时候呢 空中有没有白云 有没有乌云 已经不重要 那个没关系 都是大自然的神圣庄严 如果你没有找到 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一颗 道心 清静的良心的话 那你是随着境界在转 你会被很多的乌云 把你遮住 如果你能够把我们的 清静本心 道心 你能够这样清楚的 找出来之后 然后你回到道 回到良心 来运作 这时候呢 整个的那些云 不会遮障你 那些云变成是 让你的生命 让你的世界 更多彩多姿 这时候展现出来的 没有那些贪嗔痴 没有那些傲慢 主宰 伤害别人 不会了 所以你的世界呢 就会变成为 彩色的世界 多彩多姿的世界 以前是乌云 然后把你蒙蔽 然后让你在痛苦的世界 苦海的世界浮沉 现在不一样的 这就是你来学道德经之后 你懂的方法去净化 然后开启我们 高等的心灵智慧之后 从此 你的生命 你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去跟别人结恶缘 你会发挥你的生命 来利益一切众生 以前 引以为烦恼的 那些乌云 现在不是乌云 它变成为彩色的世界 而且它能让你的世界 更庄严 更庄严 太奥妙 所以你可以把烦恼 转成为智慧 那些忧悲恼苦 记得都是在帮助我们 校正 你看 你的世界 是一个彩色的世界 它不再是遮障 它是让你的生命 更庄严 以前错误观念之间的时候 我们会起心动念 去造业 去伤害别人 当你观念之间正确之后 你的起心动念 就是在利益众生 所以 我们的世界 就会温馨和谐 而且我们的世界 会变成像天堂 净土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越多人来做 我们的世界会真的越和谐 OK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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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